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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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泰拳褲 泰拳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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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會這裡拍高草 就是方便你 你踢 踢褲子往上 那你一開始穿 有沒有覺得 不習慣 女生應該比怪啦 女生就跟 一個褲子 沒有女生其實會 好不好 是因為我練很久 所以我習慣了 訪問剛開始 兩位全館創辦員 講了幾句 立刻開戰 不會真的有打的 但我們平常都會對練這樣 當然還是會好好溝通這樣 就是在練習擂台裡面的時候 可能他不小心打我太大力的時候 但我還是打不贏他 因為畢竟他是國手 他是吳亦德 學習泰拳 約六年 國手男友龐立民充當國霸 看似不痛不癢 但力道抱卷兇猛 一腳落下 對完全沒練過的人 猶如高速撞擊 這還不是最厲害的 威德還曾在三秒內 擊倒藝人張立東 預備 他有時候也是會抱怨 所以我在節目上對他 太認真了這樣 可是其實我有手力啊 但他應該真的滿痛的 如果沒有學過的話 不知道怎麼防禦 直接被這樣打 其實應該是滿痛的這樣 但我真的有手力 高強的武力值 和鐵美外表的高反差 台大國發所說是學歷加持 吳亦德 過風泰拳女神 雙遍各大綜藝節目 接下來歡迎台大正妹 吳亦德來囉 你是什麼科系 還沒有交談 國家發展研究所 當時怎麼會跑到巫石港 去練一下衝浪 那時吳亦德才剛考上台大研究所 因為到海邊衝浪拍照 成為網友熱搜焦點 還有人說他是台大舞機之後 最美代表 經常上節目示範泰拳伸手 這個叫高邊腿 軟緊吸急 這是泰拳最狠的一招 最狠最狠 正燈 厲害厲害 這個叫正燈 泰拳的話就是 拳腿軸吸都有 對 所以他泰拳 就是被大家稱為 力技是殺傷力最高的一個技術 像我之前在念研究所 論文寫不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打泰拳超有幫助 一個是紓壓 然後再來是瘦身 就維持體態這樣 其實吳亦德早在高中 就登過雜誌封面 還曾被義大利級同學告白 搬出古堡來求婚 更曾踏足演藝圈 哈囉大家好我是宜德 因為那個時候 我就是考到台大研究所 然後再加上音樂的機會 被威風看見 然後他們就想要跟我簽約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趁著這兩三年的時間 一邊念研究所 然後一邊體驗看看 演藝圈的世界到底是怎麼樣 但許多人卻不曉得 這些璀璨光環 來自一段悲傷往事 他學你東武大學 以前我都會陪他到他的研究室去念書 剛好看到裡面有一間教室 有老師在開會 然後我就只是好奇地隨口問一句說 那裡面的老師都是你們 就是台大的教授嗎 還是說有其他外來的 國外的學者或什麼 我只是好奇問 他說廢話 那不然有參雜東武的嗎 台大前男友瞧不起 吳宜德是東武中文系學歷 還指責他沒專長 才會想當空姐 但誰說他空有外表 吳宜德奮而考進台大研究所 跑去練拳 雕塑身材 誓言成就 更好的自己 當然一開始會覺得 泰拳是不是有點可怕 就是還是會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可能會不會有黑道啊 媽媽是家庭主婦 然後爸爸已經退學 他為什麼已經退學 不太想講 因為網路上很多人會討論 我的家庭背景 就是我不想別人討論我的家人這樣 保密再保密 只因不想攪亂家人生活 因為過去曾有網友 家庭富裕 考台大 只為了洗學歷 妳就是那個被大家說 是靠臉考進研究所的人喔 對 可是其實只有比試而已 就是沒有面試 根本沒有面試 幸好身邊有個溫柔帥男友 陪他一起面對 左腳在前面 右腳在後面 然後手拿在額頭的高度 然後手手要像這樣扣下來 不要讓熱肚 熱肚都露出來 細心講解泰拳基本功 他是吳宜德的男友兼創業夥伴龐立民 建中畢業考上台大土木 看起來白鏡斯文卻一點也不弱 從散打搏擊跨足泰拳 三度代表台灣參加國際賽 獲得一贏兩同的成績 可以說是半戰半讀 念完大學 被封為格鬥教科書 所以你也算是最厲害的 沒有啦 我覺得 走過之後就會覺得 這其實沒有什麼 其實你太客氣了 他是全台灣57公斤量級的第一名 剛好他也是國手 然後因為機會了 了解很多國手背後的心酸史這樣 然後就決定 那我們可以創造出一個更棒的環境 然後來幫助這些國手 可以讓他們的付出 就是有所回報 今天想跟大家開箱 我的第二間泰拳館 兩人攜手進攻泰拳產業 與好友集資百萬開設拳館 引進傳統態勢訓練 教練群的背景 從全台最強女教練 武達網紅 還有曾經一場比賽 數萬台幣的前泰國拳王 一個比一個狂 泰拳選手背景 很多都是在泰國當地 可能小時候 家境可能比較貧窮一些 然後他們 所以他們從小 大概六七歲 就要出來打比賽 然後賺錢養價 那到了一定年紀之後 他們可能就會 往其他國家去當那個 移工這樣 對 我覺得練太拳真的有一個幫助 就是在你遇到壞人的時候 就是你的敏感度真的會比沒練的時候好很多 像我現在很快都可以抓到有誰 在我背後 就是可能要偷拍我 或是靠近我 因為你平常訓練你跟別人對打 你要觀察對方出拳或什麼 你要做反應 我要抵擋 防禦 那在這個過程中 你就會訓練你的眼睛的敏捷度 為了宣揚泰拳 吳依德與同事共同拍攝 創意短片 你不用擔心 我泰拳馬來舞 你頭髮也處理偷動 我就放心告訴你 不要再說你是什麼泰拳舞蹈 我看你就叫泰拳豬籠差不多 一口流利台語 讓女神立刻變台神 不論是松共賴的鄉土劇 還是驚悚的恐怖片 你怎麼這麼晚還在拳館呢 我睡著了 醒來之後拳館就沒人了 怎麼會有這個 這不是綁在手上的嗎 不論是何種類型影片 都能結合泰拳教學 但要像影片裡一樣秒殺對手 得先經過長年的扎實訓練 才可能做得到 這個如果平常沒有練 你一杯大刀一下 你就會想吐了 你就會痛到沒辦法站起來 你快到的時候 你就肚子要處理這樣 看起來很痛耶 不會啦 你沒有實際操練 100次1000次 你的動作是出不來的 最簡單最實用的就是把體力練好 就是你要有體力 你才有辦法掙脫 如果你掙脫個30秒 然後你就很累了 那接下來就只會陷入更危險狀態 泰拳女神與學霸館長 顛覆外界想像 沒有進入大企業工作 懷抱改變台灣泰拳環境的夢想 帶領選手爭戰國際賽事 用自己的方式開創人生擂台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